还原案发现场揭秘案情真相 欢迎收听大案纪实2019正义人间 欢迎收听大案纪实 我是吕鹏 继续讲述破冰行动 要说起来蔡东家和毒品的渊源 还得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说起 那时候的博舍村 还是广东海边的一个典型的小渔村 蔡东家在村子里的海边承包了100亩的虾糖 靠着起早贪黑的苦干 虾糖每年为他家带来差不多10万元的收入 1993年 在村子里面蔡姓宗族中 属于大房南丁的蔡东家 当上了博舍村的质保会主任 也就相当于啊 电视剧破冰行动里面 三房房头林宗辉的那个位置 1996年 有一天 同村治安队的蔡某某带着两个朋友 找到了正在虾堂里忙碌的蔡东家 这俩朋友啊 是刚从监狱行满释放的陈某某和混江湖的洪某某 找到蔡东家干嘛呢 要求他帮个小忙 蔡某某说了 我跟朋友啊 想在博舍村做一批要出口的石膏粉 为了逃税呢 制作呀 得在村子里边找一块空地秘密进行 并且得找几个村里人在外边看着 蔡东家就带着他们骑上了摩托车 来到博舍村长满荒草的大皮头 找了一块一百平米的空地 看完场地的蔡某某 信心满满的告诉蔡东家 我告诉你啊 做石膏粉 只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试成之后 我给你二十万的好处 你帮忙找来看厂子的人呢 每人每天三百块 九十年代初啊 什么概念呢 普通的工薪阶层 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三四百块钱 在这儿看个厂子 一天就三百 这一个月之后给蔡东家的二十万 等于蔡东家辛辛苦苦两年的收入啊 这时候蔡东家呀 心里边也嘀咕 怀疑他们干的是不是违法的勾当呢 蔡某某宽慰他说你放心吧 不是什么大事就是偷税 时间又短就一个月不会出问题的 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之下 蔡东家虽然犹豫了一会儿 但最终还是答应下来了 凭着自己几年在博社村干质保主任积累的威望 蔡东家很轻松的就找到了十多个愿意为蔡某某勘 满场的村民 几天之内蔡某某带着十多个人在大皮头荒地上搭起了简易的大棚 里边摆上搅拌机发电机跟一排水桶开始制造所谓的石膏粉 蔡东家曾经两次到这个大棚查看 里边充斥着刺鼻子的药水味 制造好的石膏粉铺满在棚子外边的草地上亮着 这些白色的粉末呢 在阳光底下透出淡淡的黄光 这一看呢 就不太像石膏 有点担惊受怕的这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蔡某某跟他的朋友呢 带走了五百公斤做好的石膏粉 也按照约定把二十万现金分文不差的交到了蔡东家的手上 半年之后 陆丰甲东镇出现了冰毒 蔡东家一看 当时蔡某某在我村子里造的这石膏粉 哪是石膏粉的就是冰毒啊 当时的价格呢 一公斤起码二十多万 这五百公斤冰毒在当时可是能卖出上亿啊 与自己为他们提供的巨大帮助相比 他才给我区区二十万 少得可怜 蔡东家的心里边啊 就有点不爽了 感觉被骗了 但同时呢 也有一种像第一次杀猪一般的兴奋 他隐约觉得依靠这个村智宝主任的权利 一扇通向巨额财富的大门已经向自己悄然打开了 1996年 陆丰经历了制造冰毒的第一次疯狂盛宴 大批的陆丰人靠制造冰毒一夜暴富 身为博社村智宝主任的蔡东家目睹了许多人的暴富史 而这些村民们呢 也投桃报李 不断的把各种好处送给蔡东家 让他为自己在村里的制毒活动保驾护航 1999年 陆丰第一次被国家禁毒委戴上了毒帽 当地的党委政府把三甲地区的多名党政干部予以撤换 花大力气进行综合整治 到2004年 三甲地区制贩毒活动的气焰被压了下去 陆丰第一次戴的那个毒帽子也被摘除了 这一次把之前的那些制贩毒分子全都打击了一遍 把那些保护伞也都连根铲了 是不是从此之后 陆丰就没有制毒贩毒的了呢 确实是消停了几年 可是到了2011年 陆丰的毒情强烈反弹 并且又被重新戴上了帽子 这时候的蔡东家已经从博舍村的智宝主任升迁为了村之书 并且兼任陆丰市和汕尾市两级人大代表 此时的蔡东家呀 不但自己亲自组织制造毒品 还为村民们制毒贩毒明理案例的提供保护 他利用自己善委市人大代表村党支部书记的身份 秘密收集警方侦破毒品案件的信息 在警方内部呢 也有了自己的耳目 警方行动之前会通知重要人员潜逃 并且蔡东家还试图通过刑贿办案人员 帮一些被捕毒贩逃离法律的制裁 村子里面说谁因为制毒贩毒被抓了 蔡东家一句话出面就能把人给捞出来 在蔡东家担任村支书的短短几年之间 博舍村成为了陆丰制度的重灾区 许多村民都参与其中 蔡璇就是其中的一名重要骨干 2010年蔡璇和另外一名叫做范水贤的人 因为涉嫌制犯冰毒被警方抓获 后来因为证据不足 在关押了近半年之后被释放了 在看守所里面呢 蔡璇认识了贩卖麻黄素被警方抓获的林凯勇 林凯勇啊是陆丰甲子镇原高村的人 前几年呢在深圳呢卖走私手机的时候 认识了同样倒水货的东北人王长友 王长友呢很看得起这个广东的兄弟 有一回俩人一块溜冰的时候 王长友告诉林凯勇 说兄弟我手上啊有大批量制冰毒的原料 麻黄素 在陆丰啊应该很畅销 但是呢联系不上买价 这么着兄弟你回去给咱探探路去 林凯勇回到陆丰转了一圈 找到了买主李接顺 刚收了一百万定金 还没交货呢 就被警方给抓住了 林凯勇的家人花费了三十万 为他打点关系 林凯勇呢仅仅被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刑半年 并且在看守所和蔡东家身边的红人蔡璇搭上了线 林凯勇出狱之后 蔡璇十分热心的当起了中间人 替他推销麻黄素 这半年的牢狱之灾啊 还真不能算是灾 对于林凯勇来说 嘿正好把销路给打开了 2011年5月的一天 林凯勇第一次把一辆载有12桶麻黄素的吉普车 开进了博舍村 这一桶啊 就是25公斤 50斤 这12桶600斤的麻黄素 随后把车交给了博舍村的村民蔡文生开走了 一个小时之后 蔡文生把车又开回来 交给了林凯勇 后备箱的麻黄素早已经换成了一堆纸箱包着的2520万元的现金 林凯勇满心欢喜的把100万的介绍费交给了蔡璇 从此 林凯勇将王常有饭来的麻黄素打入了博舍村市场 前前后后将76桶麻黄素以每桶195万至210万不等的价格卖给蔡东家 蔡文生蔡瑞蔡玄蔡昭桂五名博舍村的制毒大佬 每回林凯勇收取货款之后 扣除自己每桶45万至50万的利润之后 其他的货款都交给王常有 2011年7月19号晚上 王常有开着车到陆丰收取货款 这时候正好是大夏天空气中啊透着那么一丝闷热 急于收款的王常有呢 开着他的小车从高速公路出口拐下来 刚驶入陆丰 对面路上一辆大货车忽然迎面就撞了过来 王常有当场死亡 随后林凯勇独占了本应该给王常有的三千万元的货款 蔡东家 一个人就分两次找林凯勇买了25桶的麻黄素 2011年清明节 细雨纷飞 这天傍晚 一辆红色的奥迪SUV和一辆银色的奔驰SUV悄悄的开进了博社村 在蔡东家那桩金碧辉煌的旺海别墅前停下 林凯勇从红色奥迪上跳下来的时候 蔡东家刚刚走出豪宅大门 林凯勇向两辆豪车使了个眼色 蔡东家叫来的几个麻仔呢 麻利的把车尾箱的一桶桶麻黄素卸下来 放到路边的一间铁皮房外面 林凯勇说了一句 货呀都到齐了 每桶195万 回头算钱 我先走了 随即和朋友各自跳上车扬长而去 蔡东家望着奥迪车远去的影子 交代蔡广创 把其中两桶搬进自己的豪宅 六桶运到蔡广创的老房子存放 同时掏出手机来 给同村人蔡娘碰打电话 娘碰啊 我是东家 这里有你要的十二桶货 每桶两百万 过来拿吧 没过多久 蔡娘碰骑着一辆破旧的电动三轮车过来了 他一边对着蔡东家千恩万谢 一边把其中的十六桶麻黄素搬上了三轮车 这十二桶麻黄素 蔡东家一转手就赚了六十万 原料是有了 蔡东家呀催促蔡广创 加紧让制毒师傅出产品 制毒师傅也不是别人 是蔡东家的堂兄弟 蔡秋帝和蔡昭贵 过了几天 蔡广创用摩托车拉了三桶麻黄素 和这俩制毒师傅骑摩托车来到海边的一处荒地 晚上的海边啊 凉风袭袭 借着手电筒的微弱的光亮 蔡广创看到蔡秋帝他们已经在土坝上摆好了一排很大的白色塑料桶 蔡秋帝蔡昭贵把三道麻黄素分别放进三个塑料桶里面 随后往里边加入药剂 伴随着滋滋的声响 三个塑料桶里边忽然生起来浓烟带着强烈的刺鼻味道 蔡广创一看 哎呦这这要爆炸吧 这个吓得远远的就躲开了 蔡秋帝他们呢 看着他笑了笑 告诉他别害怕啊 这是制作过程的正常现象 你啊到上风头那边 你去等一会去吧 蔡广创在旁边边喝水边等着 只见蔡秋帝他们隔一段时间就拿出手电筒来照一下塑料桶里的情况 然后再把电筒关掉 在黑暗中继续等待 这样在黑暗中经过了四五个小时 在远处海天交接的地方已经开始蒙蒙亮了 蔡秋帝这俩人呢才终于完成了第一道工序 并且把加工出来的半成品分别装进了三个白色的胶袋 外面套上蛇皮袋让蔡广创拉回家里边啊 保管好喽 又过了几天 蔡秋帝和蔡昭桂呢 带了一堆药剂来到蔡广创的老屋 开始啊 再把初加工的麻黄素用药剂加工成结晶的冰毒 蔡秋帝制作冰毒的时候 把各种药剂的标签都撕掉了 配比各种药剂呢 也是偷偷的进行 蔡广创在一边悄悄的看着看了半天 是一丁点也学不会 不知道里边的奥秘 这些麻黄素在老屋里变成了冰毒 蔡秋帝和蔡昭桂把做好的成品 按一公斤一个塑料袋包装起来 最终蔡东家交给蔡广创的六桶麻黄素 制出了九十公斤的冰毒 同一年的六月 蔡东家再次向林凯勇购买麻黄素五桶 随后让蔡广创找来制毒师傅蔡炳桂 制出冰毒九十公斤 当时的行情非常火热 这些冰毒每公斤就能卖出十五到十八万元 九十公斤 将近两千万 每次冰毒一治好了 蔡东家就催促着蔡广创 蔡秋帝和蔡昭桂他们几个人赶紧把冰毒卖出去 蔡东家和电视剧里边的林耀东差不多 生性多疑 当有人慕名到村子里向他购买冰毒的时候呢 他经常是假意拒绝 当买主离开之后 又会叫蔡昭桂等人马上追上去 留下来人的联系方式 并且随后与之交易 除了前后四次 一共给林凯勇四千六百四十万货款之外 蔡东家在冰毒卖出去之后获利五百万 蔡广创获利四百多万 蔡秋帝获利一百多万 蔡昭桂获利五十多万 蔡东家见这钱来的是太容易了 从此制毒贩毒一发不可收拾 可是制毒贩毒来的钱 毕竟是黑钱呢 得想办法把它洗白了 那蔡东家是如何洗钱的呢 又是如何当上了当地著名的民营企业家 并且当上了人大代表呢 下期节目继续为您讲述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为大家组织了 吕鹏大暗G10喜马拉雅粉丝群 添加小助手微信号DAGS002 也就是大暗G10的拼音手字母 大D暗AGJ10S 加上002就可以拉您入群了 最近咱们飞行凡文化呀 又上线了一档悬疑推理有声剧 叫冷推理 小伙伴们呢推荐给我听 没想到听了一集呀就上头了 故事情节紧凑 演绎的呢也挺生动 所以在这儿啊也推荐给大伙 感兴趣的听友 在喜马拉雅搜索冷推理 一起加入推理大冒险 咱们也推荐给大冬的